张爱玲 相见欢 坐于1950年 表姐 矮 表姐 两人同年 相差的月份又少 所以客气 互相称表姐 女儿回娘家 也上前叫生表姑 荀太太盲笑英道 矮 愿美 荀太太到上海来发胖了 织紧断丝棉袍穿在身上一扎一扎的 像盘着条彩林大蟒蛇 两手交握着 走路略向两边一歪一歪 换了别人就是鹅形鸭布 是他 就是个鸳鸯 他书记 漆黑的头发生得稍低 浓重的长眉 双眼皮 鹅蛋脸红红的 像咸鸭蛋壳里透出蛋黄的红影子 问了好 五太太又道 少福好 组织组已有信来 他们有一儿一女在北京 只带了个小儿子到上海来 荀太太也问愿美的弟妹可有信来 都在美国留学 他们的附近也不在上海 战后香港畸形繁荣 因为闹共产党 敏感的商人都往香港发展 武先生的企业公司也搬了去了 政治地缘的分居 对于就是婚姻夫妇不睦的是一种便利 正如战时重庆宇伦县区 他带了别的女人去的 是他的女秘书 跟了他了 儿子都有了 荀太太就没提起他 新近他们女婿也出国深造了 所以愿美回来多住些时 陪陪母亲 丈夫弟妹全都走了 她不免有落寞之感 这些年轻人本来就不爱说话 五十年代沉默的一代的先驱 所以荀太太除了笑问一声子饭好 也不去找话跟她说 表姊妹俩一坐下来就来不及的唧唧拢拢 痴痴笑着 因为小时候惯常这样 出了假更不得不小声说话 般是非的人多 直到现在五太太一个人住着偌大房子 也还是像唯恐隔墙游耳 表姐心烫了头发 荀太太的一口惊片子还是那么清脆 更增加了少女时代的幻觉 看这些白头发 五太太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扑痴一笑 别过头去俯着脑后的短卷发 我也有喝 表姐 看不见 五太太戴眼镜 凑近前来细看 我也看不见 两人互相检验 像在头上捉狮子 偶尔有一两次发现一根半根 轻轻的一声尖叫 别动 然后痴笑着仔细拨开拔去 荀太太慢吞吞的 她习惯了做什么都特别慢 出于自慰 如果很快的把你名下的家务做完了 就又有别的派下来 再不然就给人看见你闲坐着 五太太笑道 看我这头发稀了 从前闲太多 打根大辫子那么粗 蠢香 想剪掉一股子 说不能剪 剪了头发要生气的 会掉光的 五太太从前是个丑小鸭 遗传的近视眼 愿眉就不肯戴眼镜 现在的人戴不戴还没有关系 眼镜与前刘海是不两立 从前心来心去都是人自视两撇刘海 一自视盖过眉毛的刘海 歪桃刘海 磨云度领视的横刘海 风容胜求 架上副小圆桃眼镜傻头傻脑的 循太太笑道 那阵子轻松辫子 前头不知怎么挑散了卷着披着 三舅奶奶家有个走书头的绘书 那天我去钢桥赶上了 给书辫子 第二天到田家吃喜酒 回来只好趴在桌上 睡了一晚上 没上床 不然头发乱了 白梳了 也是西方的影响 不过当时剪发烫发是不可想象的事 要把直头发梳成全发堆在额上 确实不容易 变根也扎紧了 盖住一部分景象与耳朵 其实在民初有些女学生女教师之间已经流行了 青楼中人也有模仿的 他们是家里守旧 只在香烟画片上看见过 在田家吃喜酒 你说老想打喝歉 憋得眼泪都出来了 笑死了 五太太说 院媒在一旁微笑听着 像听讲谷一样 五太太又道 我也想把头发留长了书头 循太太笑道 书头要有个老妈子绘书就好了 自己书 胳膊老这么举着往后别着 疼 我这肩膀 本来就筋骨疼 在他们家台相自台的 扭了肩膀 说着声音一低 凑近前来 就像还有被人偷听了去的危险 哎 大嫂奶奶帮着台 五太太皱着眉笑 学着寻老太太轻描淡写若无其事的口吻 可不是 看着肩膀 都塌了 把一只肩膀送上去给他看 原是美人肩 靴肩 不过做罐粗活 肌肉发达 倒想当时正流行的剖鞋的肩垫 位置特低 内伤是看不出来 发得厉害的时候就去找推拿的 也只有他们家 五太太呲牙咧嘴做了个鬼脸 他们寻家就是这样 寻太太眼睁睁望着他微笑 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就仿佛是第一次告诉他这秘密 做饭也是大嫂奶奶 大嫂奶奶做的菜好星号边 谁会 说看看就会了 又像是第一次含笑低声吐露 做的不对 骂 你没来是谁做 寻太太收了笑容 声音重着起来 还不就是老李 是个女佣 没有出自贫穷的真相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 女佣泡了茶来 表姐抽烟 五太太自己不惜 寻太太曾经解释过 是坐马桶熏的荒 才抽上的 当然那是驾到北京以后 没有抽水马桶 寻太太点上烟 下科一扬道 我就恨他们家客厅那红木家具 都是些爪子开始是撒娇抱怨的口吻 逆声拖得老长 爪子还非得擦亮它 蹲在地下擦皮鞋似的 一个得擦半天 显然有一次来了客不及走壁 蹲着或是趴在地下被人看见了 说到这里声音里有极深的羞窘 与一种污秽的感觉 爱 北京都兴有那么一套家具 摆的都是古董 他们家那些臭规矩 你们老太太对我大概算是了不得了 我去了总是在你屋里叫你陪着我 开饭也在你屋里你一个人陪着吃 有时候少府进来一会子又出去了 倔倔的 他们俩都笑了 那时候武太太还没出嫁 跟着哥哥嫂子到北京玩 到寻家去看他 少府是已经见过的 新娘子回门的时候一同到上海去过 黑黑的小胖子 长得愣头愣脑 还很自负 脾气挺大 武太太实在替他不平 这么些亲戚故旧偏把他给了寻家 直到现在 愿美有一次背后说他的脸还是漂亮 武太太还气愤的说 你没看见他从前眼睛多么亮 还有种调皮的神器 一架过去眼睛都呆了 整个一个人呆了 说着眼圈一红 嗓子都硬了 寻太太探身去谈烟灰 若有所思 侧过一只脚 注视着脚上的姓黄皮鞋 男士系鞋带 鞋面上有几条细白痕子 猫抓的 他微笑着解释 一半自言自语 搁在床底下 房东太太的猫进来了 吸了口烟 因幼笑道 我们老太爷死的时候 叫我们给他穿衣裳 他只加深了嘴角的笑意 代替半鬼脸 他怕 他轻声说 当然还是指他婆婆 老伴一段气就碰都不敢碰 他们家规矩这么大 公公媳妇吃身露体的 这倒又不忌讳了 五太太代笑横眉 咕弄了一声 那还要替他抹身 杠房的人给抹身 我们就光给穿衬礼衣裳 兽衣还没坐 打少甫 怪他不提早着点 又悄悄的笑道 我不知道 我跟二少奶奶到瑞福 想去买衣料做兽衣 回来少甫也没告诉我 少甫就是这样 五太太微笑着 说了之后沉默片刻 又笑道 少甫现在好多了 荀太太先没接口 顿了顿方笑道 少甫我就恨他 那时候日本人来他 在南京故宫博物院做事 打起仗来跟着撤退 他正带着孩子们回娘家 在上海 他把他们的古董 兜装箱子带走了 把我的东西全丢了 我的相片全丢了 还有衣裳 皮子 都没了 哎 从前的相片就是这样 丢了就没了 五太太虽然自己 年轻的时候没有漂亮过 也能了解美人耻目的心情 可不是 丢了就没了 他带着三个孩子回北京去 重庆生活程度高 小公务员无法接家卷 抗战八年 胜利后等船又等了一年 那时候他不知怎么又闹意见 赌气不干了 幸而有个朋友 替他在上海一个大学图书馆 找了个事 他回北京去接了他出来 他跟五太太也是久别重逢 五太太现在又是一个人 十分清闲 常找他来 其实还可以找得勤些 住得又近 但是打电话去 寻太太在电话上总有点模糊 说什么都含笑答应着 使人不大确定 他听明白了没有 派人送信 又要他给钱 他不愿让底下人 看不起他穷亲戚 总是给的太多 寄信去吧 又有点不甘心 好容易又都住上海了 还要写信 这次收到回信 信封上多贴了一张邮票 五太太又提笑皆非之感 他连邮局也要给双倍 现在红口租了肩房 有老鼠 把祖明的手指头都咬破了 米面口袋都得悬空掉着 不然给咬了个窟窿 全漏光了 现在搬的这地方好 寻太太常说 上次愿没到同学家去 五太太叫他顺便弯到寻家去送个信 也是免得让寻太太又给酒钱 是个阴暗的老洋房 他们住在二楼进楼梯口 四面的房门不大 一只两屉桌 一只五斗橱隔开一张双人木床与小铁床 锅货针板摆了一桌子 小梅球炉子在房门外 寻太太笑嘻嘻迎接着 态度非常大方自然 也没张落茶水 就像这是学生宿舍 就他一个人在家 祖明进中学 十四岁了 比他爸爸还要高 爱打篮球 寻太太常说他去看球赛了 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不想要了 祖明是个漏网之鱼 有天不知怎么没用药 是一种牙膏似的挤出来 五太太有一次笑着轻声告诉愿眉 漏网之鱼倒已经这么大了 怎么能跟父母住一间房 多么不便 愿眉这么一想 马上觉得不应该 虽说久别胜新婚 人家年纪不轻了 怎么想到这上头去 子饭刚走 难道道已经心理不正常起来了 现代心理学的皮毛 他很知道一些 就是不用工 所以他父亲就弃他不肯念书 就喜欢他一个人 这样使他失望 中学毕业就跟一个同学的哥哥结婚了 家里非常反对 他从小家里有钱 所以不重视钱 现在可受别了 要跟子饭一块去世免开尊口 他去已经是个意外的机会 他是感染了战后美国的风气 流行早婚 女孩子背上一只背带 驮着婴儿 添下去的 连男孩子都自动放弃大学学位 不目容力 追求平时的生活 子饭本来已经放弃了 找了个世 还不够养家 婚后还是跟父母住 美国也是小夫妇 起初还是住在老家里 不过他们不限男家女家 想不到这时候 倒又蹦出这么个机会来 难道还要他放弃一次 仿佛说不过去 他走了 丢下他一个人吊儿锒铛 就连在娘家都不大合适 当他是个大人吧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想出去找个事做 免得成天没事干 中学毕业生能做的事 婆家通不过 他们面子上下不来 最气人的是 如果没有结婚 正好跟他一块去 他父母求之不得 供给他出国进大学 这时候只好眼看着 弟弟妹妹一个个出去 也不能眼红 他不是不放心他 但是远在万里外 如果要完全放心 那除非是不爱他 以为他没人要 没有神话里一样美丽的公主 会爱上他 他母亲当初就是跟父亲一块出去的 他还是在外国出事的 两三岁才脱遍人带他回来 什么都不记得的 多冤 听上去他母亲在外国也不快乐 多冤 其实武太太几乎从来不提在国外那几年 只有一次 回国后初次见到荀太太 讲起在外面的伙食问题 还不是自己做 武太太咕弄了一声 却又猝然道 说是红烧肉要先炸一下 荀太太正了正 抗议的一声娇叫 不用啊 说要先炸星号边 武太太淡然重复了一句 荀太太也换了不确定的口气 只喃喃的半自言自语 用不着炸星号边 别爱 说是要先炸 像是声明他不负责任 反正是有这话 他虽然没向荀太太三日入厨下 也没多想几天服 出格不久就出国了 不会做菜 红烧肉总会做的 但是做出来总是亮汪汪的一锅油 里面浮着鸡小块黑布溜秋的瘦肉 武先生生气的说 上中学时候偷着拿两个脸盆倒扣着炖的还比这好 后来有一次开中国学生会 遇见两个女生 她们虽然平日不开火仓 常常男朋友 大家合伙打牙记 听她们说红烧肉要先炸过 将信将疑 她们又不是华侨 不然还以为是广东菜福建菜的做法 如果广东人福建人也吃红烧肉的话 回去如法炮制 仿佛好些 不过要炸的恰正半生不熟也难 油不是多了就是少了 不是炸浆了就是炸的太透 再一威 肉就老了 回国几年后 有一次她拿着一只猪皮白手袋给寻太太看 笑道 怪不得她们的肉没皮 都去做鞋做皮包去了 寻太太拖长了声音 呕了一声 半赏方恍然道 所以她们红烧肉要炸 没皮 不然肥肉都化了 哎 是说要炸吗 五太太依然回答 就像是没听懂 她为她烦恼了那么久的事 原来有个简单的解释 倒仿佛是她笨 苦都是白苦了 苦的冤枉 一个红烧肉 梳一个头 就够她瘦的 本来也不是非梳头不可 穿中式裙袄 总不能减发 当时旗袍还没有明文国际 在国外都穿洋服 只带一两套亮片子绣花裙袄 或是梯形旗袍 在化妆跳舞会上穿 就她一个人怕羞不肯改装 依旧一件防骨小折之之花 磨本段短袄 大圆脚下摆 不长不短的黑绸皱剪裙 巨下圆半尺 密密层层香着几道松花 彩蛋色花边 也足有半尺阔 倒向前清袄袖上的 三香三滚 大香大滚 反而引人注目 她也不是不知道 也是因为她至少看惯了她这样子 骤然换个样子就怕更觉得丑八怪似的 好在她又不上学 就触目点也没关系 她倒也没说什么 一直听见外国人夸赞中国女人的服装美丽 外国太太们更是哦呀呀的美口子称道 漆黑的长发又更视为一个美点 她没想到东方美人没有胖胖的戴眼镜的 他们定亲的时候就听见说她是个学贯中西的女学士 亲其间出名的 但是因为害羞 外国人总以为她不懂英文 她那一身一国风味的装束也是一道屏障 拖着个不善家务又不会应酬的丑太太 道东道西 她不免怨声再道 她就最怕每逢寒暑假 她总要就和男女友人到欧洲各地旅行观光 一到了言语不通的地方 就想掉到江湖岗里 还要订旅馆 换钱 看地图 看菜单 看账单 坐地铁 赶火车 赶导游公车 是她组织的旅行团 她太太天然是她的副手 出了乱子饱受褒贬 女留学生物以稀为贵 溢出国门身价十倍 但是也指不定内中真会出个把药人太太 武先生对他们小心翼翼 到底身是作风 至于培植关系 一味称怪自己太太照顾不周 她闷声不响的笑起来倒还是笑得很甜 有一种深藏不露的不可憾的自满 她至少没有不忠于他 样样不如人 她对自己鱼白的肉体还有几分自信 家里也就是为了不放心他 要他跟了去 他一来功课繁重 而且深知读明学府就是读个老同学网 外国公子王孙结交不上 国内名流的子弟只有更得力 新来乍到 他可以陪着道东道西寸步不离 起先不认识什么人 但是带家眷留学的人总是有钱罗 热心的名声一出 自然交由广阔起来 他在学生会活动也并不想出风头 不过捧个场交个朋友 应酬虽多 他对本国女性固然没有野心 外国女人也不去招惹 他生就一副东亚病夫香 瘦长身材 凹胸脯 一张灰白的大圆脸 像纸模的暗淡模糊的旧银元 上面嫁妇戴帽眼镜 对西方女人没有吸引力 花街柳巷没门路 不知底细的也怕传染上性病 一回国 进了银行界 很快的飞黄藤打起来 就不对了 沉默片刻后 荀太太把声音一滴 悄悄的笑道 那天少府拿了薪水 沈炳如来借钱 她们夫妇背后都连名戴姓 叫她这妹夫神炳如 妹妹却是玩小姐 从小身体不好 十分浇灌 愿眉见她顿了一顿才说 显然是不能决定 当着愿眉能不能说这话 但是她当然知道 他们家跟她小姑完全没有来往 不怕泄露出去 愿眉想着她应当走开 不马上站起来 再过一会 但是她还是坐着不动 走开让他们说话 似乎有点显得冷淡 在这情形下 她知道荀太太 知道她母亲为了她结婚的事 加在中间受了多少气 自然怪她 虽然不行之余色 同时荀太太又觉得她看不起她 子女往往看不得家里经常周己的亲戚 尤其是母亲还跟她这么好 愿眉想到 其实我就是看不起声明地位 才弄得这样 她哪懂 反正尽可能的对她表示亲热点 荀太太轻言敲语笑嘻嘻的 又道 红二爷也来借钱 幸亏刚寄了钱到北京去 五太太不便说什么 二人相视而笑 荀太太又笑道 少府一说我们混着也就混过去了 我听着就有气 我心想 我那些首饰不都卖了 还有表姐借给我们的钱 我那薄恋儿 我那八仙儿 那翡翠别针 还有两副耳坠子 红宝戒指 还有那些散珠子 还有一对手镯 五太太知道这话是说给她听的 还不是少府有一天当着她说 我们混着也就混过去了 她太太怕她多心 因为她屡次接济过他们 她现在不是很好吗 她笑着说 组织现在有女朋友没有 她换了话题 荀太太悄悄地笑道 不知道 信上没提 祖一呢 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吧 兄妹俩一个已经在教书了 都住在宿舍里 荀太太随又轻声笑道 组织放假回去看她奶奶 对她哭 说想少府 想我 哦 现在想想还是你好 五太太不禁失笑 循太太对付她 婆婆也有一手 尽管从来不还嘴 她们二少奶奶三少奶奶就不管 受不了就公然顶撞起来 其实她们也比她年轻不了多少 不过时代不同了 相行之下 老太太还是情愿她 她也不见得高兴 只有觉得勾心斗角都是白费心机 爱 想我 她微笑咬牙低声说 漠然片刻 又笑道 我在想着 要是少府死了 我也不回去 我也不跟组织她们住 她不用家解释 五太太自然知道 她是说 儿子迟早总要结婚的 前车之鉴 她不愿意跟她们住 但是这样平静地 讲到少府之死 而且不止一次了 五太太未免有点寒心 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宽慰的话 只笑着楠楠说了声 她们姊妹几个都好 荀太太只加重语气笑道 我是不跟她们住 然后又咕弄着 我想着 我不管什么地方 反正自己找个地方去 不管什么都行 自己雇自己 我想总可以 说到末了 比较大声 但是声调很不自然 粗啊起来 她避免说找事 找事总像是办公室的事 她就会做菜 出去给人家做饭 总像是帮庸 给儿子女儿丢脸 开小馆子没本钱 借钱又拾不起 不能拿人家钱去碰运气 哪怕给饭馆当二把刀呢 差不多的面食 她都会做 连酒席都能对付 不过手脚慢些 武太太微笑不语 其实尽可以说一声 你来跟我住 但是她不愿意承认 她男人不会回来了 哦 你衣裳做来了 可要穿着试试 愿没去叫老陈拿来 循太太叫武太太的彩粉 做了件旗袍 送到武家来了 循太太到隔壁饭厅去换上 回来一路低着头 看自己身上 两只手使劲把那紫红色 粘字式的印泥子往下抹 再也抹不平 一面问道 表姐看怎么样 武太太笑道 你别弯着腰 弯着腰我怎么看得见 好像差不多 后身不太大 太紧也不好 心里不禁想着 其实她也还可以穿得好点 当然她是北派 丈夫在世的人 要穿得先和些 不然不吉利 她买衣料又总是急急忙忙的 就在街口一盘小筹断装 家用食物也是一样 一有钱多下来就赶紧去买 承少府还没借给亲戚朋友 她贤惠 从来不说什么 她只尽快把钱花掉 这是他们夫妇间的一个沉默的挣扎 她可是完全不觉得 反正东西买到手总比没有好 但是武太太看她买东西总有点担心 出于扩亲戚天然的沉慎 无论感情多么好 大肚子 她站在大镜子前面端香自己的侧影 又笑道 都是气出来的 真躲 表姐 说气长 真气出骨骚病来 有时候看电影看到什么叫我想起来了 哎呀 马上气搭 气搭 电影上做什么都看不见了 气谁 愿没想 虽然也气少府 想必这还是指从前婆媳间的事 听她转述附近几盘店里人说的话 总是冠以寻太太都认识她 讲房东太太叫她听电话 也从来不漏掉一个寻太太 显然对她自己在这小天地里的人员与地位感到满足 武太太太割了一圈小橘子在火炉顶上 免得吃了冰牙 新装的火炉 因为省煤 北边打仗 煤来不了 家里人又少不犯着生暖气 吃了一只橘子 她把整块包下的橘皮贴在炉盖的小黑铁头上 像一朵珠红的花 渐渐闻得见橘皮的香味 她倒很欣赏这提早退休的生活 也是因为这些年来炒得太厉害了 实在受够了 几个孩子就是为怨眉怨气最多 这次回来可怜 老姊妹们说话 亏她也有这耐性一直坐这儿旁听 出了嫁倒反而离不开妈了 跟公婆住哪项自己家里 一笔就知道了 受了气也不说 要强 家里本来不赞成 这回子饭回来总该可以多赚两个钱了 可以搬出去住 不然出去住小家式的分租两间房 一样跟人合住 倒不跟自己人住 也说不过去 底下几个孩子总算争气 虽然远隔重阳 也还没什么不放心的 不放心又怎样 就连怨眉 女婿不也出洋了 他们附近在香港做生意也十本 倒是按月即家用来 没短过她的 经常通信 互相称二哥 四妹 是找个人家里的排行 也还大方 她自称妹 小字策利一边 信上提起家产以及银钱来往的事 有些话需要下笔谨慎 只有她一个人看得懂 免得给婊子看了去 她要是告诉婊子 那是她糊涂 就连孩子们亲戚们 有些事她也不愿明说 很要费点脑筋 自己写得颇为得意 这在她这一辈子是最接近情书的了 空有一肚子才学 不写给她又写给谁呢 正在写的一封还在推敲 今天约了表姐来 预先收了起来 给她看见这么大年纪 还歌呀妹的 不好意思 也显得她太没气性 白叫人家待她不平 少福给她太太写信 总是称家惠子 她比她小一岁 五太太看了总有点反感 她还像是委屈了呢 算她比她大 又仿佛还撒娇 是小弟弟 那天有个什么事 想着要告诉你五太太 打破了一段较长的沉默 半恼半笑的 是个什么事 亲戚家的笑话 还是女佣听来的新闻 是什么果菜心上市 问她们买到没有 一时偏怎么着 也想不起来了 荀太太也在搜索哭肠 找梅告诉过她的事 那时候我们二少奶奶生病 请大夫吃了几铁药 老梅见好 那天我看她把药罐子扔了 把碎片埋在她院子里 树底下 问她干嘛呢 说这么着就好了 我心想这倒没听见过 说吧 韩笑您是五太太 五太太吻了一声 对这项民间小迷信表示兴趣 哪知道后来就疯了 娘家接回去了 说着又把声音低了低 哦 大概那就是已经疯了 哎 我说没听见过这话 药罐子摔碎了埋在树底下 望着五太太笑 半赏又道 邓是装疯 生病也说是装 声音又一滴 不就是跟老太太哦气吗 愿梅没留神听 但是她知道 荀太太并不是唠叨 近着说她自己从前的事 那是因为她知道 她的是五太太永远有兴趣 过去会少离多 有大段空白要补填进去 愿梅在学校里看惯了这种天真的同性恋爱 她自己也疯狂崇拜音乐教师 家里人都笑她简直就是爱上了袁小姐 初中毕业送了袁小姐一份厚礼 母亲让她自己去挑选 显然不是不赞成 因为没有危险性 跟迷电影明星一样 不过是一个阶段 但是上一代的人此后没机会跟异性恋爱 所以感情深厚持久些 但是五太太也有一次对愿梅说 跟着她叫表姑 现在跟表姑实在不大有话说了 谈到上灯后 忽然铃声当当 愿梅笑道 统共这两个人还要什么灵 是新改这座大房子的时候 五先生定下的规矩 仿照英国乡间大宅 摇灵召集吃饭 来度周末的客人在个人房间里 也不必一一去请 但是在他们家还是要去请 因为不习惯 地方又大 楼上远远听见铃声 总以为是街上或是附近学校 来到饭厅里 一只铜铃道口在长条矮处上 五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故事 是罗斯福总统外婆家 从前在广州经商 买到一只到卖苏州四冠 做法式的古铜铃 陪嫁带了来 一直用作他家的正餐铃 铜铃旁边一只八九寸长的 古董雕花白玉牌 吊挂在红木架上 像个乐器 愿没见了 不由的想起他从前等吃饭的时候 常拿筷子去哒哒哒打玉牌 催请铃声召集不到的人 故意让他母亲发急 父亲在家是不敢的 虽然就疼他一个人 回家是来巡视吵闹的 孩子们虽然不敢引起注意 却也一个个都板着脸 但是一大桌子人 现在冷冷清清 圣宾主三人抱着长餐桌的一端入座 饭后寻太太笑道 金儿吃撑着了 武太太道 那鱼容易消化 说是瞎子胆固醇多 现在就怕胆固醇 说是鸡蛋更坏了 十个鸡蛋可以吃死人 当然也要看年纪 血压高不高 寻太太似懂非懂的 恩欧应者 也留心记住了 那是他的职责范围内 少府下了班来接太太 一来了就注意到 折叠了搁在沙发背上的 紫红的旗袍 衣裳坐来了 他说 他坐在沙发上 他坐在另一端 正接接时时填满了那角落 所以不会瘫倒 但是显然十分疲倦 从江湾城公共汽车回家 路又远 车上又挤 没有座位 手又怎么了 五太太见他伸手端茶 手指鲜红的 又不像茶了红药水 包红蛋 洗不掉 包红蛋怎么这么红 包了四十个 今天小董大派红蛋 小刘跟我打赌吃了四十个 女人们正了正方才笑了 轻微的笑声更显出 刚才一刹那间不安的寂静 这怎么吃 噎死了 又不是卤蛋茶叶蛋 五太太心里想 他这种体质最容易中风 性子又急 说话声音这样短促 也不是受争 说也没用 他跟朋友到了一起 就跟小孩似的人来疯 又爱闹着玩 又要认真 真不管这些了 所以我说小流鼠狐狸的 爱吃白煮鸡子儿 他说话向来是胡伦的 他们几个人里只有五太太 看过省事姻缘 知道白胡转世的女主角 爱吃白煮鸡蛋 但是荀太太听丈夫说笑话 总是笑 不懂更笑 五太太笑道 那谁赢了 她赢了 他们脖子一拧 坑的一声 底下 咕噜得太快 听不清楚 仿佛是我手下的败将 找专家设计的客厅 家具简单现代化 基调是茶褐色 加着几件精巧的 中国金七百灵台 调机屏风 也很调和 房间既大 集展美术灯位置又低 光线又暗 愿眉又近视 望过去少府的轮廓圆 圆敦敦的 她穿棉袍 完全没有肩膀 在昏黄的灯光里面如土色 有点麻麻棱棱的 像一座蚁衫出立在那里 她循规蹈矩 在女妻面前不抬起眼睛来 再加上脸上 逆着一层黑油 等于照着面目 真是打个小盹 也几乎无法觉察 他们不说她瞌睡 说了就不免要回去 循太太知道她并不急于想走 她一向很佩服武太太 两个女人低声谈笑着 仿佛怕吵醒了她 你说要买绒线衫 那天我看见仙师公司 有那种叫什么围巾翻领的 比没领子的好 武太太下了决心 至少这一次她表姐花钱要花的值 少妇呼道 有没有她那么大的 她对她太太的衣饰颇感兴趣 大概总有吧 循太太两肘互抱着 冷冷的喃喃的说 有片刻的沉默 武太太太笑道 我记得那时候到南京去看你们 那时候南京真是个新气象 呵 她说 在他们俩也是个新天地 好容易带着太太出来了 生了两个孩子之后的蜜月 孩子也都带出来了 她吃亏没进过学校 找是倒也不是没有门路 在北京进水楼台 亲戚就有两个出来给军阀当部长总长的 不难安插她 但是一直没出来做事 武太太比她太太读书多些 觉得还是她比较了解她 那次她到南京去住在他们家 早上在四合院里的桃树下漱口 用蝴蝶招牌的无敌牌芽粉刷牙 桃花正开 一块去游玄武湖 吃馆子 到夫子庙去买假古董 她内行 在上海 亲戚有古董想脱手 都找她去鉴定字画古丸 武太太接她太太到上海来 移住一两个月 把两个孩子都带了来 给孩子们买许多东西 替寻太太做实行的衣服 香淫湖的阔西装 领子黑那大衣 中西河壁的透明但橙色西房 旗袍 头发也剪短了 烫出波纹来 耳后噎一大朵撒银粉的浅粉色夹花 眉梢用镊子浅细了 铅笔画出长眉入瓶 眼神却正正的 有点畅往 少福总是周末乘火车来接他们回去 武家差不多天天有排局 寻太太还学会了跳舞 开着留声机学 武太太跳男人的舞步教她 但是有时候请客吃饭于姓未尽 到夜总会去 当然也有男人跟她跳 少福吃醋 武太太背后低声向她说 两人都笑了 当时一块打牌的只有孙太太跟武太太最知己 许多年后还问起 那寻太太现在怎么了 冯太太前两天还签计她 都说她好 说话那么细声细气的 她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形容那种 与海派的太太们一比 一种安详悠闲 哦哟 真文气 大家都喜欢她 那时候还有个邱先生 武太太轻声说 略有点羞涩害笑 孙太太也微笑 那时候一块打牌的一个邱先生 对寻太太十分倾倒 邱先生是孙太太的来头 年纪也只三十几岁 一表人才 单身在上海 家乡有没有太太是不敢保 反正又不是做美 而且是单方面的 根本没希望 其实当时如果事态发展下去的话 武太太甚至于也不会怪她表姐 自从晚饭后少府来了 她太太患了平日出去应酬的态度 不大开口 连烟都不抽了 倒是愿没点上一支烟 也是最近闷得才抽上的 头发扎马尾 穿长裤 暗淡的粉红绒布衬衫 男士连灰融线背心 也都不是一套 是结了婚的年轻人 与马虎拖略中透出事故 她的礼貌也像是带点稀老连品的意味 坐在一边一声不出 她母亲是还拿她当孩子 只有觉得她懂规矩 长辈说话没有她插嘴的份 别人看来 就仿佛她自视为超然的另一个世界的人 都不说话 五太太不得不负起女主人的责任 不然沉默持续下去 成了逐客了 讲起那天跟寻太太一块去看的电影 情节有两点寻太太不大清楚 连愿没都魄力开口 抢着帮着解释 是男主角喝醉了酒 与引诱她的女人发生关系 还自以为是强奸了她 筑成大错 少府粗然不耐烦的性性博道 喝多了根本不行饿 五太太从来没听见她谈起性 笑着有点不知所措 愿没也笑 却有点感到她轻微的敌意 而且是两性间的敌意 她在宣誓 表示她还不是老朽 此后她提起前两天 有个周德卿来找她 又道 她太太在重庆出过情形的 五太太笑道 哦 等着 就怕又没有下文了 永远嗡隆一声冲口而出 再问也问不出什么 问极了 还又诧异又生气似的 沉默 沉默半晌 她居然又道 那回在重庆 我去找周德卿 不在家 说马上就回来 非得要我等她回来吃饭 忙出忙进 直张罗 让先喝酒等她 等了一个多钟头 也没回来 我走了 后来听见说出过情形 喝 她摇摇头 打了个擦汗的手势 荀太太抿着嘴笑 五太太一面笑 心中不免想到 人又不是猫狗 放逸男一女 在一间房里 就真会怎样 但是她也知道 她虽然思想狠心 除了从来不批评 就是婚姻 盲婚如果是买奖券 她中了头奖 还有什么话说 到底还是个旧事的人 从前的笔记小说上 都是男女单独相对立即成双 不过后来发现女的是鬼 不然也不会有这种机会 她又在内地打光棍这些年 干柴烈火 那次大概也还真侥幸 她不过觉得她表姐委屈了一辈子 亏她还有得色 很对得住太太似的 你们有日历没有 我这里有好几个 店里送的 循太太笑道 哎 说是日历是要人送 白拿的 明年日子好过 你们今年也不错 循太太笑道 我在想着 去年年三十晚上不该吃白鱼 都白鱼了 今年吃青鱼 她没向少傅看 但是五太太知道她是说她把钱都借给人了 心里不禁笑叹 难道到现在还不知道她不会听出她话里有话 愿没 叫她们去拿日历 都拿来 在书房里 愿没自己去拿了来 循太太一一摊在沙发上 挑了个海景 太太电话 女佣来了 谁打来的 孟德兰路胡太太 五太太出去了 夫妻俩各具沙发一端 默然坐着 你找到汤没有 我藏在抽屉里 怕猫进来 循太太似乎是找出话来讲 嗯 我热了汤 把剩下的肉丝炒了饭 她回答的时候声音低沉 几乎是温柔的 由于突然改变音调 有点沙哑 需要微可一声 打扫喉咙 她并没有抬起眼睛来看她 而脸一红 看上去更黑了些 仿佛房间里灯光更暗了 愿没心目中默地看见那张 踪崩双人木床与小铁床 显然她不满足 饭够不够 够了 我把饺子都吃了 五太太听了电话回来 以为少府顿着了 终于笑道 少府困了 她却开口了 有一回晚上听我们老太爷说话 站在那儿睡着了 老太爷说得高兴 还在说 还在说 哎呀 那好睡呀 几点了 荀太太说 还早呢 五太太说 我们哪街上黑 有少府 怕什么 一个人走势害怕 那天我去买东西 有人跟 我心想真可笑 现在人家都叫我老太太了 五太太震了一阵 笑道 叫你老太太 谁呀 他们也还没这么老 他自己倒是也不见老 冬天也还是一件 菊叶轻薄呢 短袖夹袍 皮肤又白 无边眼镜 至少妇态清爽像 身段也看不出 生过这些孩子 都快要做外婆了 愿没那天还在取笑他 妈这一代 这就是贱美的了 外国有这句话 死亡使人平等 其实不等到死 已经平等了 当然在一个女人 是已经太晚了 不得夫心已成定局 在菜场上 有人叫我老太太 寻太太低声说 没带笑容 这些人 也真是 五太太嘟囔着 有点不好意思 不知道算什么 算是客气 寻太太 已在沙发上仰着头 发际枕在两只手上 我有一回有人跟 吓死了 在北京 那时候组织生肺炎 我天天上医院去 丸小姐叫我跟她到公园去 她天天上公园去透空气 她有肺病 到公园去过了 她先回去 我一个人走到医院去 这人跟着我进城门 问我姓什么 还说了好些话 撸里撸苏的 大概是在公园里 看见我们了 愿没也见过她 这小姑子 大家叫她婉小姐 娇小玲珑 长得不错 大概因为一直身体不好 耽搁了 结婚很晚 丈夫在上海找了个试作 虽然常闹穷吵架 也还是捧着她 娇滴滴的 婚前家里放心 让她一个人上街 总也有二十好几了 她大嫂又比她大十几岁 那丁烧的不跟小姑子 而跟嫂子 愿没觉得这一点很有兴趣 荀太太是不好意思说 这人选择的奇怪 当然这是她回北京以后的事了 那时候想必跟这次来上海 刚到的时候一样 还没发胖 头发又流长了 书记 红红的面颊 就黑绸旗袍 身材威风 那城门那哈尔 那城墙后 门洞子身 近去有那么一截子 露黑啾啾的 挺宽的 又没人 挺害怕 她已经坐直了身子 但是仍旧像半空中望着 不笑 声音有点七处 仿佛话说多了 有点牙嗓子 或是哭过 她说 你是不是姓王 她还不是找话说 吓死了 我就光说你认错人了 她说 那你不姓王姓什么 我说 你问我姓什么干什么 武太太有点差异 她表姐竟和一个丁烧的人搭话 她不时发出一声鸭扁的痴痴笑声 咯的一响 表示她还在听着 一直跟到医院 那医院外头都是那铁栏杆 上头都是藤萝花 都盖满了 我回过头去看 那人还扒在铁栏杆上 在那藤萝花缝里往里瞧呢 吓死了 她突然嘴角浓浓的堆上了笑意 沉默了一会之后 故事显然是完了 武太太只得打起精神 相当好奇地问了生 是个什么样的人 像个年生 她小声说 不笑了 想了想又到 穿着制服 想当兵的穿的 大概是个兵 哦 是个兵 武太太说 仿佛恍然大悟 还是个和平均 一阵寂静中 可以听见少府均匀的鼻息 几乎羞羞作声 天气暖化了 火炉拆了 黑铁炉子本来与现代化装修不调和 阳铁皮烟囱管盘旋半空中 更寒苍香 去掉了眼前一清 不知道怎么 头顶上出空了 客厅这一角落倒反而地方小了些 像居高临下的取景 灯下还是他们四个人各座原处 全都抱着胳膊 久坐有点春寒 武太太晚饭后有个看护来打针 近年来流行打维他命针代替补药 看护晚上出来赚外快 到附近几家人家兜个圈子 刚才朱小姐说有人跟 奇怪 这还是从前刚星女人出来在街上走 那时候常闹钉烧 后来这些年都不听见说了 打仗的时候灯火管制 那么黑 也没什么 武太太说 我有回有人跟 循太太安静的说 那是在北京 那时候我天天上医院去看组织 她生肺炎 那天晚小姐叫我陪她上公园去 院媒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循太太这样精细的人 会不记得几个月前讲过她这故事 武太太已经忘了听见过这话 但是仍旧很不耐烦 只做例行公事的反应 每隔一段 痴痴的笑一声 像给人插住喉咙似的 只是坑 一声响 院媒恨不得大叫一声 又差点笑出声来 妈记性又不坏 怎么会一个忘了说过 一个忘了听见过 但是她知道等他们走了 她不会笑着告诉妈 表姑忘了说过丁烧的事 又讲了一遍 不是实在憎恶这故事 妈也不会这么快就忘了 排斥在意识外 还又要去提她 循太太似乎也有点觉得 武太太不大感到兴趣 虽然仍旧有条不紊徐徐到来 神志有点萧索 说到最后她还趴在那孩 往里看呢 吓死了 也毫无笑容 大家默然了一会 武太太道又好奇的笑道 是个什么样的人 循太太想了想 像学生似的 然后又想起来加上一句 穿制服 就像当兵的穿的那制服 武太太恍然道 哦 是个兵 他们俩是无望了 愿梅记一线希望在少府身上 也许她记得听见过 又听见她念念不忘再说一遍 做何感想 她在沙发另一端脸朝前坐着 在黄暗暗的灯光里 面色有点不可测 有一种强烈的表情 而眼神不集中 室内的沉默一直延长下去 她憋着的一口气终于放了出来 打了个深长的喝歉 因为刚才是她太太说话 没关系